出生在五座十家 天生六指 传承了世代五座技能 成为一位现代的刑警法医 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敬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第四十六季 看到陈可欣来了 我有种看到了亲人的感觉 正要张口说话呢 陈可欣冲我摇了摇头 紧接着 陈可欣毫不客气地 对中年警官说道 前一人已经找到了 现在人就在我们二队 你们明天去带人吧 找到了 两名警官互相看看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中年警官好像认识陈可欣 说道 陈队长 你没开玩笑吧 陈可欣狠狠瞪了对方一眼 说道 你觉得我会开玩笑吗 说完 陈可欣又冲着我说道 林燃 我们走 我点点头 快步跟着陈可欣走出陈讯室 走廊上 我悄悄向陈可欣竖起大拇指 陈可欣不愧是令全市警员文明的女队长 刚才那一幕太帅了 一脚踹开大门 用一种军临天下的气势出现了 不过呢 用军临天下这个词形容女人 好像不太恰当 我绞尽脑汁地想着 应该是撒爽英姿 傻笑什么呢 陈可欣转头看着我说道 林燃啊 林燃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谈恋爱 竟把自己谈到警局 说出去 我都替你丢人 被陈可欣劈头盖脸训了一顿 我马上辩驳道 陈队 这件事我是无辜的 我连人都没见着 他们就说我打人了 我知道你是无辜的 陈可欣看了看左右 低声说道 你以后 小心点曹飞 我能帮你一次 帮不了你第二次 陈队 你这话什么意思 见陈可欣话中有话 我满头雾水地向她追问 回二队再说 陈可欣不再理我 竟直朝大门外走去 我呢 紧随其后 跟着陈可欣坐上警车 二队办公区里 马如龙 反敏 姚威几人向我迎来 七嘴八舌地问我情况 陈可欣面若冰霜地说 这里不是农贸市场 要聊天 等下班的时候再聊 陈队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 马如龙提醒的 文言 陈可欣抬起水表看了一眼 说道 即便是下班时间 警队 也不是让你们聊天的地方 赶快散了 该回家的回家 该值班值班 灵燃 你跟我去办公室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没事 你们先走吧 面对众人关切的目光 我心里颇为感动 一一向大家道谢 进到办公室 陈可欣把门关上 指着侧面的沙发说道 你先坐下 今天的谈话 仅限于你我知道 不要给班人听 望着一脸严肃的陈可欣 我老实地坐在沙发上 你看看这个 陈可欣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这张照片呢 和之前两名警员 给我的照片一样 背景是一处胡同 正是曹飞挨打的现场 不过和之前略有区别的是 这张照片上 还多出了两个人 一个是曹飞 而另一个呢 是个由头粉面 尖嘴猴腮的年轻人 两个人凑得极劲 好像在说着什么 我将照片放到旁边 试探着说道 陈队 难不成这个人就是凶手啊 你说对了 他就是凶手 陈可欣指着 照片上的年轻人说道 此人名叫牛二 是个地痞流氓 被我们警方打击过多次 他已收保护肺卫生 属于大罪不犯 小错不断地受惠毒瘤 这家伙还真对了写他名字 我失声笑道 我记得水浒传里面 杨汁卖刀的时候 遇到那个泼皮 是不是叫牛二啊 这还真巧啊 贤素点 陈可欣点了点桌子 继续说道 根据我的猜测 以及对牛二一贯行为的了解 你应该是中了曹飞设下的圈套 他让牛二蒙面将他打伤 然后栽赃在你身上 我点点头 对此已经有所预料了 陈可欣去辖区警局接我的时候 已经有过提醒 我又不是傻子 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关联呢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曹飞会这么狠 竟然用起了苦肉计 想明白是曹飞搞我 其中的险恶用意 也让我吓了一条 曹飞这么做 应该有两个用意 其一呢 诬陷我打他 把我弄进警局 折入一番 即便我被放了 恐怕也没办法 继续在二队干 一个不清不明的嫌疑人 那怎么可能继续留在警局呢 其次了 曹飞应该会把这件事告诉沈冰 要拨我和沈冰之间的关系 好个一石二鸟啊 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曹飞这个混蛋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黎然你记住 以后永远不要说这种话 陈可欣不快地说道 你虽然不是警员 但却是警队的法医 也算是半个警察 遇到事情不能以个人手段报仇 需要交给法律来处理 在捍卫法律这一点上 陈可欣比任何人都要固执 对此我是深有了解的 陈可欣这些年的办案过程中 被他亲手逮捕的穷凶极恶之徒 不计其数 哪怕这些人做的事情天理难容 陈可欣也没有对他们滥用私信 陈队对不起 是我失言了 我起身向陈可欣道歉 转移话题道 您说牛二已经被抓了 是哪位警员抓到她的呀 是我 我一下愣住了 没想到陈可欣会亲手去抓牛二 过了几秒我惊讶地说道 陈队 你是什么时间抓到她呀 就在你给我打完电话之后 陈可欣白了我一眼 说道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这么晚过去 陈队 太谢谢你了 谢谢你啊 我由衷地向陈可欣道歉 之前陈可欣迟迟未到 我以为她不想管我呢 原来陈可欣是去帮我抓真正的凶手了 此刻呢 我心中对陈可欣的种种不满 全部化为了乌有 行了 一个大男人 别这样 陈可欣显然受不了我这种感激 不耐烦地说道 虽然抓住了牛二 不过他并没有供述是曹飞之事 只是说 看曹飞有钱 想着从他身上弄点钱 有些事情啊 不说 大家都明白 我叫你来 是嘱咐你小心曹飞 这个人家里有点势力 手中也不缺钱 社会关系非常广 你以后如果和他发生冲突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气脑着了道 记住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会帮你处理 虽然陈可欣用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跟我说话 但我不难听出陈可欣话中隐藏的关心 此时此刻我由衷地明白 为何陈可欣脾气火爆 性格不尽人情 二队队员还是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这或许就是陈可欣的人格魅力 出去吧 陈可欣说完又补充道 哦 你女朋友那边不用担心 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 解释了这件事情 此话一出 再次让我愣住了 陈可欣竟然连沈兵那方面都考虑到了 谁说她是冰山美女啊 此名就是个知心姐姐吗 这场无妄之灾 在陈可欣的帮助下消弥于无形 同时也让我心中生起警觉 曹飞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说不定还会继续对我下手 为此 这段时间我每天出来进去都格外地小心 尽量地不去招惹麻烦 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说实话 我真心想要找曹飞讨回公道 可同时也明白 陈可欣化力的意思 曹飞的背景不简单 再加上他又是个律师 深懂法律 我如果气匆匆地去找曹飞吃亏的 肯定是我 在没有力量之前 这件事被我压在心里 等待找回面子的机会 转眼时间过了一周 在这个周末 二队迎来了罕见的假期 之所以有假期 主要是因为这一周当中 并没有发生什么恶性案件 集系打架斗殴 也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 领导给我们特别劈了一天假 有局里出一半的钱 二队每名队员平均分剩下的钱 去郊外的度假山庄 进行一天的团建 这所谓的团建呢 其实就是旅游 只不过换了个名头而已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 个个喜笑颜开 被留下值班的几名队员呢 虽然满脸苦涩 倒也没有过多的怨言 由此可见 二队是一支团结的队伍 早就已经不分彼此了 在这种情况下 队里的几名主要领导呢 体现了以身作则的高峰亮节 两天王大海几人 代替队员值班 让大伙开开心心地去交外玩 原本陈可欣也是要留守的 但是由于必须有带队领导 就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星期天早晨 我们早早聚集在警队门前 搭乘马如龙找来的大巴 向着郊外的度假村进发 一个小时后 大巴车停在度假村木屋门外 我和马如龙等人下车放水 感受着久违的舒畅 对于警员来说 最最难得的不是涨工资发奖金 而是休假 这时我听到大巴车旁 传来口哨的声音 疑惑地说道 谁把哨子带出来了呀 大哥 这是集结哨 马如龙迅速系好腰带 招呼我向大巴车靠拢 我没有接受过警员训练 自然不懂集结哨的含义 不多时 分散在四周的十几名警员 聚集在大巴车前排成两队 看着陈可欣 陈可欣放下手里的哨子 正色说道 现在是上午九点半 一会儿大家去准备食材 中午我们自己动手做饭 吃完午饭 进行自由活动 三点半 在度假木屋几何 有需购买当地纪念品 五点返回市区 陈队 我们都不是小学生 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 有必要将时间掐得这么近吗 姚伟苦笑道 你放心吧 大家走不丢 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吧 我们是纪律部队 不是普通百姓 不管到什么地方 都要做到有组织有纪律 陈可欣环顾四周 一字一顿地说道 哪怕是外出游玩 也要表现出优良的纪律 不能因为没穿警服 就将自己当成普通人 得 又来了 我暗暗苦笑 游玩按时定点 回程也要规定时间 这哪里是玩啊 分明就是放风了 抱怨啊 归抱怨 可谁让陈可欣是我们的领队呢 大家也只能无奈地点头答应 不大一会儿 众人从附近的村民家中 买来了各式各样的食材 全部堆放在厨房 来几个会做饭的 陈可欣清点完厨房食材 冲着大厅喊了一句 报告陈队 我只会煮泡面 陈队 你要是不怕我烧了厨房 我倒是可以勉强一事 你们别看我啊 我从来都是吃外卖的 众人七嘴八舌地嚷嚷 愣是没有一个人去主动做饭 对于众人的心思 我简直太了解了 即便是有人真会做饭 也不会拦下这个苦差事 或许是看到没人主动请应 陈可欣抿了抿嘴说道 灵人 你来给我打下手 我来做饭 我正和马如龙聊得起劲呢 猛地听到陈可欣叫我 真是倒霉啊 我撇撇嘴 陈可欣不挑别人 怎么就挑了自己呢 愣着干什么 赶紧进来 陈可欣找来围裙系在腰上 说道 你是法医 刀工肯定厉害 我把菜洗好 你负责将这些菜切了 林哥 你快去吧 能跟陈队长共处一室 我真羡慕你 马如龙羽带调侃地向我坏笑 其他人也在此刻起哄 弄得我脸色通红 快步走进厨房里 就因为我是法医 陈可欣就认为我刀工厉害 这是什么逻辑啊 二十分钟之后 陈可欣将洗好的青菜 依次放在操作台上 我顺手拿起菜刀 开始对这些菜进行切割 陈可欣在一旁看着 有些诧异地说道 没想到你的刀工 真这么厉害 陈队 事先说明啊 我刀工厉害是因为 我从小就在家里做饭 不是因为我学医的原因 我一边切菜 一边和陈可欣开玩笑 吹嘘自己做菜的本领 你要真会做菜 刚才怎么不站出来 陈可欣扫了我一眼 将切好的土豆丝放到水里 洗去上面的淀粉 随后放到菜盘备用 这还不是因为想偷懒吗 我低声低咕 严肃地说道 我是想把机会让给别人 能和您这样的美女 共处一室 那对于我们男同胞来说 都是求都求不得的好事 油腔滑掉 我看你就是想偷懒 陈可欣淡淡一笑 竟然让我感觉到一丝恍惚 突然一声闷响 在我耳旁响紧 我急忙回神 看到前方的陈可欣 顿时目瞪口呆